今天我們請到一位保險界的前輩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這位前輩已經退下了前線工作一段日子 不過在業界的影響力仍然是舉足輕重 而他的經驗和智慧對於推動行業發展 亦是離足珍貴 陳嚴光先生 你好 你好Michelle 各位觀眾好 陳嚴光先生是受險行業規管與關注組的始創召集人 陳先生已經入行超過50年了 據聞當時入行的時候 大家對於保險業的印象是比較負面的 是不是這樣的 是啊 我入行那時候是66年 那時候我本來不是想做保險的 我是香港大學畢業 我想做AO或者做律師 但是被人拒出門外 因為他說你不是本地出生 又不是英直是不能談的 我唯有做一些我認為我做得到的事情 就利用我的數學去做精算 所以就入行本公司做 當時我和家裡的講的時候 我媽媽和我哥哥就開明的 他說你喜歡做什麼做什麼 我大部分的同學都互相尊重的 但是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平時和他很老友的 但是他說你去做保險 你去做現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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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當時都不是做銷售 所以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當時他們認為做現梳 也不是叫做保險 做現梳 就是一個比較低下的工作 那些不是很理會的解 另外一個實際上有時代背景 因為那時六年代社會文字還沒開 各方面還沒回答 我記得有一個事件是怎樣的 就是我協助一個保護 因為我最後升級升到很高下 就是扮理他的賠償 誰知道他經過他的經紀 就給我一筆錢 我當然不收了 給我一筆錢做什麼 但是他覺得是行規 以為是這樣的 我當然不收 所以你可以知道 那時那個時代是比較 就是很不開放 當時你自己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都覺得不太開心 被人這樣看 是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時代 保險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我立定決心 如果我是可以話事的話 我會將這個行業去改革 那沒多久我就升了那間 因為我那間公司比較小 所以我很年輕已經升到很高 就可以去管營銷 也都管其他的事 那我就決定請人 包括營銷那些 無論是前線或者後線 我都是要請年輕的 還有學歷好的 就是那個時代 就是要請社會的精英 是不是 提升行業的質素 是的 這個是內部你自己做到的事 是的 因為我有這樣的權力 還有他也都 就是公司看你業績而已 結果你真的有成績 他就放膽給你做 是 這個就是對內 對外呢 我知道陳先生在這個行業 也都做了很多事情 去推動這個行業的發展 其中一樣就是1973年 說的是四十多年前 四十八左右 陳先生就已經參與了 成立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園協會 我們簡稱保協LUA 其實你是想透過這些協會 或者一些組織 當時的想法是怎樣 講話不要笑我 很搞笑的 實在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說很宏大的抱負 但我剛才講過 在六零年 或者七零年初 即六年後代的時候 香港的各行各業都向上提升 是 當時如果做人壽本的管理人員 是相當之活躍的 所以那個時代 我們第一個是 組織的行業工會 就是精算協會 即是現在的精算師工會的前身 亦都是你的老本學 亦都是我的老本學 我第二個參加的 就是一個外國人 是發起的 就說我在香港想搞一個 叫做Life and Pension Society 校法英國 即是做人壽和做長逢的 一些叫做搬學術 以及推介的一些會 那我很樂意參加 那個會比較多人參加 好幾十人參加 這個西人 和一般人都覺得 這個會還要找一個中國人做主席 那就選了我做主席 就是這樣 順理成章 順理成章 之後我們整班都很努力 就做了 每年都搞了一些很好的秩序 以及越來越吸引到多人參加 所以大概經過十年左右 我們發覺多了很多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前線的人 所以就決定將這個組織改造 就變成代表營業員 後來就變成LUA 那就是純粹推周的形式 沒錯 然後故事又發展到回歸前席 回歸前席 陳先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牽頭成立了香港保險業聯席會議 做什麼呢 就是爭取、增設保險界的功能組別 是成功了的 過程有沒有一些什麼艱鉅的情況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個人可能很幸運 所以做的事情都是純粹推周 還有我也可能看到那個社會風氣 因為事源1995年 彭定康硬硬弄了一個政改方案 的時候 他就將原本21個功能組別議席 增加9個 但是9個如果是年紀大些的人 都記得叫做新9組 就是變相的直選 不是真的功能組別的 當然這個不能夠成為直通車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都是一個政治人物來的 我就想過渡了之後怎樣呢 我就覺得那9個新9組 一定會給正常的功能組別來取代的 那我就想其中一個應該是保險 因為全世界來說 金融都是頂足三立的 即是銀行、證券和保險 保險 維持在香港的時候 只有兩個有議席 保險沒有 所以我覺得一定爭取到 結果呢 去Lobby那些本商 和其他的人 就上北京 在香港去Lobby 就成功了 嗯 經過多長的時間 這個Lobby 一年鬆一點 因為那個時機很短 而這個保險界功能組別 其實對於提升行業 就是保險行業 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沒錯 因為名證才言順 當然保險業 今天能夠有這樣的成就 就不可以純粹說 因為政治因素 或者政府的政策 但我想我們行業來頭 自己人的努力 無論是保險商的工會 或者是營業員 前線人員 和其他專業的學會也好 協會也好 真是我們好幾十年來 個個在自己的範疇上努力 才墊下今天這樣的基礎 嗯 剛才我們都提過 你在幾年之前 已經退下了前線的工作 現在退休之後 怎樣繼續為業界 爭取多一些事情 我很幸運地 就是那些人 某個程度上 都是對我不離不離 除了在政治上 我仍然是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之外 政府那些 那些諮詢委員會 我覺得是長期保險裡頭的 諮詢委員之一 所以我們和這個行業 各個階層都很有聯繫 包括現在我知道 想在大灣區裏搞等等 我們都會去 連絡一下 似乎你真的很喜歡 保險這個行業 可能我血裡頭 都是流著保險的血 流著保險業的血 多謝陳嚴光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你Michelle 多謝你